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模拟佛菩萨的心形 心同佛心 愿同佛愿 心同佛心 最终呢 在自身成就自信三宝 成就觉 正 静 这个是修习皈依啊 所以我们要修念史无常 来生起猛烈的皈依之心 念史无常好像警示的终身一样 每一生都在提醒我们 要珍惜现有的每一分每一秒 用来完成我们今生今世 最重要的使命 所以做人一定要有使命感 使命是什么 就是解脱啊 帮助治他得解脱 就好像临终者珍惜 所剩无几的观音一样 不敢稍有懈怠 能够最有价值的用好每一分秒 念史无常使我们能够心入道 使我们什么样子是心入道呢 清线事 重厚事 是心入道啊 对于今生今世的事情看淡一点 不执着 不太留恋 不过分的追求 随缘 欢喜 度日 精力用之于最有价值的解脱道上 这个是心入道了 只有通过念史无常 我们才能够清线事 重厚事啊 只有通过修念史无常 我们的心语法才会相应啊 所以说修念史无常不仅仅对于修习归一 对于一切修行法门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修想马难得 修念史无常 自诚恳切的归命三宝 我们回向 请大家翻到法本的第三页 何掌跟我念 对正法闲圣身身 明镜 尖言 西无上 明镜 尖言 西无上 佛如良一 法妙药 佛如良一 法妙药 江户病者 说明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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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为自觉法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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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离然 亲近身 自信离然 亲近身 有情皆自聚三宝 譬如墨中本火性 须及传等圣势力 须及传等圣势力 所谓佛种重原生 佛祭祀法 法祭生 佛祀法 法祭生 明义友善 信不义 明义友善 信不义 三宝常驻同真迹 三宝常驻同真迹 义 第一义 义法身 第一义 义法身 于义佛宝中 于义佛宝中 由诸生等别 于义大藏中 教理行果奔 依佛教修行 三显及十圣 四国四相等 菩萨生闻 菩萨生闻生 菩萨生闻生 诸位善知识 那么首先请大家 发菩萨生 为帮助一切 如母友情众生 迅速地从生死流转的苦海之中 卸脱出 卸脱出来 归一三宝 修学心药 找成佛道 所以我们来学习 水念三宝经 前天我们已经讲到了 我们要有迫切的 皈依之心 那么首先呢 是要知道 狭马难得 然后呢 难得的人生 要让他求取心药 而人生又容易失去 非常脆弱 所以要修念死无常 第三种能够令我们迫切地生起 皈依之心的呢 是念三恶道苦 那我们人生难得又易失 然后呢 如果人生失去的时候 我们会到哪里去呢 我与一切地如母有群众生 辗转在六道里面轮回 为什么到现在都难以解脱呢 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对于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的痛苦呢 没有生起 不畏 我们这个身体呢 不会久住在这个世界 所以业力的支配呢 命中以后 大多数 如果没有精进修学的话 很多呢 都会重新 堕到三恶道中间去 为什么呢 一个是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 我们一天之中 所起的 善念 比较少 恶念 比较多 随时都在贪秤吃三毒的包围之中 从义乐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 造恶业的时候啊 因为素食里那种 习气等流 所以呢 会很猛烈 啊 而修善法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懈怠 第三个呢 我们 从对质 这个方法来说 有时候我们 造了恶行 还不知道 呃 也不会去忏悔 偶然的 偶然的萌发起 也会造一些口畜 心老之事 也会生烦恼 然后 这些 父母寺 恩田 三宝寺 敬田 重微小的因 都有极大的果 所以呢 因为禁很大的缘故 造的恶也大 所以 恶业的力量非常强 往往 都会 跺到恶道之中去 所以 千万别以为 我 受了皈依了 我学了什么什么法门 那我一定不会 跺到三恶道中间去 如果你只是 拿一个皈依症 口善念 没有真正的心 没有转动 很难说 我们看法本的第七页 第七页上面呢 说光六道谱 光六道谱呢 那个 我们现在底下的那个三恶道谱 霍修罗 我 畜生 四天 而树坏 畜 弱肉强食 困积 渴 烈等 更赴 任打杀 但念 水草营 饿鬼夜 游贪 内外 自体脏 人间 月为日 寿命 五百年 地狱中 清苦 甚至三百树 寒热等无见 寿命同天亮 修罗道呢 他们虽然也有福报 但是呢 他 跟天人差不多 但是呢 他憎恨性非常重 然后呢 呃 那个 容易 容易生 嫉妒性 修罗 多嫉妒啊 啊 啊 那么在畜生道来说呢 他的痛苦是一个是弱肉强食 再一个呢 啊 更赴任打杀 恶鬼道的众生呢 他是因为造贪业 而堕落的 因为千贪不舍离恶业所遭感的 有外脏和内脏 呃 人间月为日 人间一个月呢 在轨道中间等于一天 所以我们呃 呃 初一十五啊 去 供祖先的时候 如果祖先在轨道之中 没有解脱的话呢 那刚好就赶上他们的什么 刚好赶上他们的中午饭和晚饭 呃 那我们 我们人间的一个月才等于他们 轨道中间的一天嘛 啊 以轨道的一天来计算的话呢 寿命是五百年啊 啊 地狱中 痛苦就 更大了啊 啊 而且呢 受苦的时间又非常长 啊 其他的呢 那个 诸天战争时 断之允命等 裂天被驱禀 始祝不自在 诸天呢 他会有一个痛苦事要跟阿修罗战斗啊 但是天人呢 他有一个 福报的缘故呢 所以他如果跟阿修罗战斗的时候 这个手啊 脚啊被砍断了的话 在天上的那个水池中间 用那个干露一洗呢 又会飞幅过来 但是头斩断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了 啊 然后呢 还有一种痛苦是 裂天被驱禀 啊 始祝不自在 有五衰向陷呢 就 会要堕落了 啊 那么四天丸天和刀利天 称为地居天 啊 是修十善业呢 所感感得的 啊 燕摩天都帅天 画乐天和他画之在天 这个呢 不单单是要修十善业 还要修 禅定 啊 这个六成天呢 欲界的这个六成天 都有啊 男女的情欲 所以称为欲界天 但是越往上越轻 据舍论上说 指手细啊 四笑迎 呃 越往上越轻了 有些是呃 握握手就好了 有一些是呃 互相看着笑一笑就好了 至于互相看一眼就好了 这样子呢 越往上 越轻 呃 呃 然后呢 时间呢 四天晚天一天等于人间五十年 啊 巴黎一天一天等于人间一百年 夜摩天一天等于人间两百年 都帅天一天等于人间四百年 夜摩天一天啊 啊 那个 画乐天一天呢等于人间八百年 啊 他画自在天一天等于人间一千六百年 越往上呢 天人的寿命越长 啊 再往上是社界 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 再往上是无社界的四成天啊 啊 啊 虽然说天人有福报 但是仍然还是有五衰向陷等等痛苦 还是没有超出生死轮回 而修罗道呢 修罗多嫉妒热老而心斗 截至或断命 虽至不见地啊 虽至呢 不能够 虽然有点智慧 但是呢 因为他称恨行 嫉妒去很重的缘故 不能够见到 苦即灭到四圣地 不能够呢 很难修学佛法 人苦未生等 苦必如鬼欲 或修罗畜生 似天而树坏 人道的苦呢 生老病死等 三苦八苦无量诸苦 而且呢 底下的这个三句呢 是说种种的人不同 啊 人间就有六道 有一些人呢 他虽然形体上是人 但是呢 他生存的这种环境是很痛苦 啊 好像苦必如鬼欲 有一些是被囚禁 啊 内心很痛苦 啊 所以说 不要以为六道 不要以为那些 地狱恶鬼 距离我们很远 其实 其实呢 内心的这种痛苦 如果不能处理 不能转变 啊 就是自己的地狱 有一些福报不够 啊 饥饿 饿 好像饿鬼一样啊 啊 或修罗畜生 有一些人呢 嫉妒心称恨心很重啊 啊 也有一些呢 是比较愚痴 或者呢 被压迫很辛苦 好像牛马一样 有一些人呢 他虽然生活的比较忧郁 啊 条件比较好 四天 好像天人一样 但是呢 迅速的就坏掉了 乃至于呢 三恶道之苦 所以要能够知道 这些恶道苦 啊 那么 佛陀呢 为什么要 在很多经论里面 要在很多的经典里面 反复地说到 三恶道的痛苦呢 不是为了让我们去 好像只是生一个恐惧心 呃 然后让我们人生 增加更多的沉重 而是呢 而是为了唤醒我们 世间人的迷梦 告诫我们 告诫那些在火宅之中 还以苦为乐的众生 让他能够从沉沦之中 觉悟过来 迅速地设法处理 并且我们 为佛弟子呢 应该看清楚 三恶道 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只是一息之谣啊 啊 一口气不来呢 我们 如果没有羞耻 没有修正的话 很难说 有把握 保证自己 不堕落 怎么可以知道呢 看我们当下 能不能转念 如果当下我们自己的念头 都转不过来 无力把握自己的心念 不能够念念生善 不能够念念觉悟 现在身体很健康 头脑很清醒 都没有把握的话 到灵命中时 又怎么能够把握呢 又怎么能够面对 种种业力 来自种种违缘 痛苦的考验呢 人灵命中时 比那种痛苦 好像乌龟 要从那个壳里面 挣脱出了链子的苦 在那种苦境之中 还会保持正念 知道念佛吗 还会知道求解脱吗 如果现在不用功力化 将来在危机四伏 显向还生的 中阴身境界之中 我们平时自己的心 没有训练好 那面对那些夜境呢 就好像一个 站在悬崖边上的盲人 稍微一不谨慎呢 就会失足 掉到深渊里面去 在恶道之中 常劫受苦了 那么怎样子 才能够避免三恶道之苦 拯救自他一切有情众生 超出生死轮回呢 唯有皈依三宝 如法修行 才能究竟解脱 所以说 天常的意念 恶道之苦呢 是生起猛烈的 迫切的 皈依之心的 重要的动力 也是让我们修行 有一个紧迫感的 重要因缘 那么因为这个三种因素呢 我们生起迫切的 求皈依之心 然后我们皈依的对象 是什么呢 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呢 我们要深信 唯有三宝能够救度 我们超出生死轮回 这个世界呢 每一个人都会在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安身立命 总会要想抓住一些什么 然后才觉得踏实 才觉得安全 有一些呢 是依赖财富 所以拼命的呢 不顾一切 拼命的去多赚点钱 以为说我年纪大了 反正有钱才做保障 就好了 所以说 主持人说 凡夫重生就是 前三十年 牺牲健康 换取钱财 后三十年呢 牺牲金钱 换取健康 有一些呢 是依赖地位 将地位呢 将地位呢 当作自己的靠杀 有一些呢 是依赖家庭 将亲人作为 港湾 或者最注重的呢 是感情 所以呢 有种种 种种的世间人 他有种种的皈依 感觉什么最可靠 最可信赖 他就会去皈依什么 或者皈依 金钱 或者皈依感情 或者皈依地位 但是要知道这些 都是不究竟的了 为什么 因为感情呢 难免出现变化 家庭难免出现变故 地位呢 也无法永久地保有 金钱呢 随时也会更换主人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无常的 非常无常的 不管你怎么样子 去拼命去抓住他 等你抓到手的时候呢 也好像一个人 在洪水里面挣扎 他拼命抓住一根稻草 那有什么用呢 抓住一个稻草 也只是抓住一个幻觉一样 马上还是会要破灭 还是会要沉默了 所以这些外在的一切呢 都处在无常 变幻之中 本身就非常不稳定 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提供 坚实的保障 就好像在洪水之中 挣扎的众生 拼命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抓在手中的一刻呢 也就不过是抓住一个 即将破灭的幻觉 所以 现阶段呢 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 比以前好了很多 物质享受 比古人更丰富 但是为什么我们内心深处 仍然还是觉得很 很惶恐 很迷惑 很空虚 没有真正的安全 啊 还是心不安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世间的一切呢 都无法作为真正的归一处 无法解决 生命的终极 归宿 所以 可归一的对象 能够做我们终极的 依靠 归头的对象 那么应该是有四个条件 啊 在 菩提道次第论论上面 就说 第一个是 自离部位 自己呢 已经 毕竟泄脱 超出轮回 远离 部位之苦了 第二呢 是能令他 离部位 具足方便散脚 第三是 以大悲 对一切友情 无怨亲正爱 嗯 那么 好像佛对提波达多和卢霍罗 能够平等的看待一样 嗯 如果没有大悲心呢 心里面还有偏爱 有偏党的话呢 就不能够使一切众生 平等的一部位 唯有佛 能够成就这种 无怨大事同体大悲 啊 毫无过失 第四呢 是 不重财共 惟重法共 有这样子的四种功德 可以成为我们究竟的 归一处 只有佛呢 四种圆满具足 所以说佛是唯一的救护者 啊 然后呢 对于佛所说的一切经教 啊 法宝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归一处 真宝呢 是修行的助报 啊 也是归一处 所以 唯有三宝可以作为究竟的归一处 啊 并且我们可以从 实 德 能 三个方面呢 来分析 首先是真实 佛陀是真实的人天导师 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不是 不是一个好像 传说中的 呃 来无影去无中的神仙 而是真实的在历史上 呃 四县啊 两千多年以前 佛陀啊 出生在 南皮尼远 啊 然后呢 成佛以后 呃 慈悲 啊 不再有任何缺陷 啊 不再有任何缺陷 啊 差别的智慧 为尽 啊 然后呢 成就 悲德 在百五十圣上面称赞佛陀 有智慧 众生熄灭烦烦恼 断除万象 因为自得圆满故 所以能够按照众生的种种根基 啊 能够 普遍的观察一切众生的根基 然后呢 献种种生去教化一切众生 啊 因为悲德圆满故 所以能够没有亲疏分别的平等旧度 啊 所以 识德能三个方面是我们选择信仰对象啊 啊 作为皈依处的判断标准 啊 而且更重要的皈依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形式 啊 我们希望透过皈依能够转变自身的心形 啊 首先要有一个迫切的皈依之心啊 啊 奠定坚实稳固的修行基础啊 要了解想满难得 所以求取心药 让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过得最有价值最有意义 然后呢 要念死 无常 啊 今生今世不能久住 随时会死亡 啊 死亡以后呢 会随夜流转 不能自在 所以呢 修行要有一个紧迫感 然后呢 我们知道平时自己是百业的力量很弱 科业的力量很强 所以呢 啊 死后往往会堕入到三恶道中间去长劫受苦 唯有三宝能够救度 所以要生起一个非常紧迫的迫切的皈依之心 以为恶趣苦 以为恶趣苦信三宝 啊 相信三宝的实德能能够救度我们不夺三恶道行皈依 这个呢 是供下世道的皈依 乃至于呢 啊 供中世道和上世道的皈依 嗯 所以啊 要有 要能够有智慧选择正确的皈依对象啊 你要去游戏呢 他一辈子呢 他就会贪着金钱 但是 贫生苦恨 巨无多 其至多时 掩蔽了 是 没有什么用处了啊 啊 如果还因此而造恶业 那就更加愚痴了 如果有一些是注重于感情啊 呃 在天愿作彼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但是呢 大限来时各自飞 也仍然是毫无益处 所以呢 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毫无益处 然后呢 有一些他会觉得 会去 归于那个鬼神 觉得鬼神呢 有神头能够帮助他 但是呢 鬼神自己呢 也仍然没有超出轮回之苦 并且呢 有贪秤 有贪秤呢 也就不能够成我们究竟的归一处 帕巴克大师曾经讲过一个公案 说 西战有一个人呢 这个脖子上面长了个大牛子 哎 哎 然后呢 治疗了很久呢 任何医生都治不好 然后呢 他就 有一天呢 在外出的时候呢 回来的时候很晚了 没有地方睡 哎 没有到家 就路过一个小的土地庙 就进去呢 睡一个晚上 半夜的时候呢 一群鬼呢 就跑过来 然后呢 在那个土地庙里面分那个分那个尸体啊 分那个尸体作为食物 哎 然后呢 分下去以后发现了少了一块 少了一块以后呢 呃 一天亮的鬼都跑了 哎 哎 摸摸脖子好了 这个牛子不见了 回去以后呢 到处宣传 哎 说这个还是好 哎 那个 然后呢 土地庙就香火兴旺了 另外一个呢 也是有一个 也这个毛病啊 脖子上面伸了一个肿瘤很大 他有就很虔诚呢 跑到那土地庙去去烧虾 然后呢 也说 求那些鬼神啊 帮他把这个脖子上这个牛子去掉 晚上就那里睡一晚 他发现说那群鬼又来了 那以后呢 又是在分那个食物啊 一分呢 然后结果多出来一块 不是少了 所以那个鬼呢 看到有个人躺着呢 把他多出来一块呢 顺便就往他脖子上一扔 第二天早上醒了 好了 原来那个牛子呢 没有好 旁边又生多一个了 所以这些呢 其实是不能够成为究竟的皈依处 唯有佛陀 具足实德能 能够成为我们究竟的医护啊 然后呢 我们有没有考量 有没有考虑 有没有思考 我们有没有得到真正的皈依体啊 啊 我们谁别要把握说自己得到真实的皈依体啊 这是最基本的了哈 比如说我皈依症了十多年了二十年了 那有没有把握说自己得到皈依体了 皈依体哈 啊 皈依啊 我们说正确的皈依之音呢 皈依之音呢 它有外因和内因 外因是什么 外因是三宝的功德 三宝的功德 实德能 这是圆满的 真实的 啊 五漏的 更多 这个是外因啊 三宝的功德最圆满 如果我们的内因没有具足的话呢 也是 在生死流程中难以处理呀 内因是什么 内因是我们修行人佛弟子 能够真实的认识到佛法身三宝的功德 然后呢 有真切的信仰的心力 啊 内因如果不具足 外因虽常在目前 人不免于流转 啊 就是说外因虽然很圆满 佛菩萨的功德虽然很广大 但是我们内在呢 没有真正的了解三宝功德 没有真心的信仰 我们对佛的信心不够 啊 然后呢 我们还是难以超出生死轮回 所以 在 啊 菩提道次第论论上说 所以外因无缺 然以内因 自成皈依之心不生 没有自成的生起皈依之心 这 唯是其苦也 唯是其苦也 就是说 我们仍然还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受苦啊 难以超出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没有真实的生起自成皈依之心 所以 信很重要 啊 五根五粒里面 信敬念定慧啊 首先要信要生根 信根才能真正的精进 啊 然后呢才能保持正念 念神根念根 神定根 慧根 哎 久了 就有力量 就有武力 所以我们要能够深入的学习三宝的功德 从内心深处呢 升起真实的皈依之心 否则的话呢 即使我们去参加一个皈依的仪式 那也只是表面的 也很难对生命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 啊 好了 那么呢这个就把我们前天所讲的性质 关系 讲说圆满了 我们要 我们讲到了大圣经专言论上面所说的27种性啊 27种性质 然后呢 性质的十种功德 然后呢我们讲到最根本的性质 是要性质三宝的十德能升起迫切的求皈依之心 和有正确的皈依之音 啊 这样子呢 是最根本的性质啊 然后是会无能胜 我们看新本啊 第二页 上次讲到了性质欢喜 那么今天呢讲会无能胜 力无能胜 会无能胜呢 如来自得广大啊 智慧呢 最极无上 成为会无能胜 在抛石经上打了个比方 说呢 假设有一个深达八万游巡的大海 一游巡是四十里啊啊 全部呢 都把它变为末之 然后四大不周呢 通通拿来作为纸张 地上的森林 全部作为笔 所有的众生都成为写字的人 一直写到默干笔枯 写这么多呢 连长老舍利弗尊者的一点一滴的智慧 都难以描述 这个还是阿罗汉帝子里面 智慧的一滴舍利弗尊者的智慧了啊 假设这个世间啊 与长老舍利弗尊者一样有智慧的人 变满三千大千世界 他们的智慧总量 也不能够与佛陀的智慧相媲美 啊 南极如来智慧里 百千万分之一 算术辟喻所不能及 所以 到次略论上说 佛异功德者有智德卑德二种 智德者于一切所自尽 如所有性尽所有性 如光长众安摩罗果 昔能了知 无碍而转 一切所知 佛智能变 除佛而外 余者则所知宽广 智瑕而莫能变也 也就是说 如来的智慧呢 才是变知 正变知啊 能知的智慧内涵 和所知的外境的外言 完全相等 完全变知 而其他呢 所知的 对境宽广 而能知的智慧呢 狭窄 所以不能变知 佛异的智慧是变一切尽 是正变知啊 这个是智德 佛异呢 出现于世间 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解脱 是悲德 智德里面的如所有性呢 是真理 尽所有性呢 是属地 打那个比方啊 如来呢 他的智德里 如所有性 和尽所有性呢 呃 其实 如所有性 是从本体上说 尽所有性呢 是从相 外相上来说 呃 如来呢 好像 光长中 安摩罗果 安摩罗果 中国没有 所以是翻译这个音啊 安摩罗果 这果实啊 它是透明的 哎 然后从里面的画到里面的那些有多少条麦啊 那里面的那个 那个 啊 湖啊 里面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河啊 都呢 都看得见 很清晰 内外 名册 无所隐顿 是比喻了如来的智慧呢 最极广大 从真理上来说呢 啊 来自于实地菩萨 他所证得的空性 与佛陀 也有差别 好像 观对岸景物 呃 只是呢 看和对岸的景物 虽然是稀在目前 在面前 但是呢 不能够好像佛陀呢 看手掌里面的那个阿摩罗果 一切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晰 不能看得那么清 从俗地上来说呢 威系的业果 因果之间的一切交互情形 实地菩萨 如光水流 丝毫不紊乱 但是不能够 好像佛陀看得那样子的 最威系 极威系的业果 都看得非常分明 啊 第三是实地菩萨呢 了达真理史 不能同时了达俗地 好像人 看到前面呢 不回头就看不到后面 啊 那实地菩萨呢 他在 住在那种空性的三摩地之中的时候呢 内心与真理相应的时候呢 心与空 无别 所以呢 他知真理就不能知俗地 要从空定起来以后 才能观俗地 佛陀呢 是常 在真空等词之中 所以呢 真属二地呢 于一时间呢 真属并现 一切众生力 验染习气 都能够具足之道 好像 圆明大尽呢 佛陀有大圆尽至 所以一切 好像一个大尽子啊 一切山河大地呢 都显现在其中 除了佛以外呢 来自于实地的大菩萨 他都是呢 所知尽大 能知的智慧小 不能辨知 所以佛陀是 慧无能胜 啊 慧无能胜 智慧最极广大 啊 我们那个 龟一三宝 史中学修 是要送呢 第一个寄送就是称赞佛宝 就说 诸一切种 诸明灭 大悲三智 实力生 大悲三智 实力生 这个是称赞佛陀的那个功德啊 诸一切种 诸明灭 诸是指诸佛 一切种 诸明灭 这个六个字呢 它包含四成意思 第一个是一切总明 对 这个是讲凡夫的四字辩充啊 凡夫的小聪明啊 是一切种明 对一切四里不能明了不能误解啊 凡夫的思想暗昧 没有智慧啊 没有什么大智慧的光明啊 是凡夫的四字辩充 称为一切种明 诸明 诸明呢 是指 贪称痴的烦恼啊 以贪称痴烦恼为题 烦恼呢 他能够扰乱人的身心 使他畜生昏迷 所以称为诸明 第三重意思是说 一切种明灭 是指佛陀的 自得圆满 佛陀的无上智慧圆满成就 永灭凡夫之见 一切种明灭 其实就是说 啊 佛陀呢 智慧是正辩之 啊 一切外境都能无语了解 诸明灭呢 是指佛陀的断得圆满 永灭一切烦恼习气 离诸够然 大悲三至实力生 大悲 好像凡夫有群被烦恼所欺负 没有自在 佛陀呢 为大悲所欺负 这是佛陀的悲得了啊 也无自在 为什么 见到众生有苦恼呢 大悲 无见相续而生 有一众生未得度 我佛中消有内衡 所以大悲心 俱足 三至 佛陀世尊 一切至 道总至 一切总至 三至究竟圆满 称赞佛陀力 自得 实力 实力呢 其实是佛陀力 智慧力 一个是四处非处智力 知道众生的因缘果报 作善得乐报 作恶得苦报 这个呢 名为四处 四处非处之力啊 那么 极为戏呢 都能知道 外道呢 他所宣言的 外道所宣言的那种 作善得苦报 作恶得乐报呢 是成为非处 因为绝无是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这个是 是四处非处智力 那么其实也就是呢 知道 何种业 会生在何种地方 生在何一 生在哪一道 这种智力 那个实力都是指佛陀 广大圆满的智慧所产生的 用之于 度生四月的智慧神力 第二个是业智力 知道众生的无量力 业因 知道因为什么业因 才感到现在这个果报 这样子的智力 是业报智力 第三是定智力 知诸三昧禅 知道种种禅定 他的染进出入 这样子的智力 第四种是根智力 知道根气优劣的智力 知道根气他的胜劣的智慧力 第五种是欲智力 知道众生的种种的 愿望乐愈 知道什么人 他想什么 知道种种的圣洁智力 第五种是欲智力 第六种是戒智力 知道一切众生他种种的戒分 知道众生呢 生理心理的差别的智力 第七种是智处智力 知道正邪与众生趋下的智力 第八种是知宿命智力 就是宿命明 知道众生千万生中 来自无量生中 他的性命 他的苦乐夭寿 他的遭遇 第九种是知死生智力 天也明 见一些众生 死此生彼 夜海生成六道轮转 知道众生 什么时候死亡 然后转生到和戒 一戒去 第十种是知漏晋智力 是漏晋明 知道自他有漏永静 不受后友的智力 在弥勒菩萨的大圣精装言论 第二十二品究竟品 里面说到的称赞实力 方便互清静 出离大圣中 及七旷有情 破魔相如理 这是称赞佛陀的功德实力 方便 方便 是 讲佛的 那个 实力里面第一种 然后 互第三是 清静 出离大圣中 是讲第四到第十种 力 那么其实呢 都是佛陀的智慧 能够用之于度化众生 所以方便互清静 这个都是指佛陀用实力功德 来 破除外道的邪见 有一些外道他教人呢 说你要 杀 杀生去供天神 然后呢 就跟他说 你能够杀生去供天神呢 就虽然你杀生这个是恶业 但是你供天神呢 所以天神他能够帮助你 能够让你能够神善道 这是你神道仁天善道的方便 这个其实是呢 七宽方便之魔 所以佛陀以至处非处自力 来教导众生 善去的所义是善法 绝对呢 不是以杀生做共思 以这种 智力呢 来破除外道的邪见 第二种是 有一些外道教人呢 要皈依大字在天 虽然你造了不善业 造了恶业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皈依大字在天呢 大字在天 他生欢喜心 就会让你呢 补夺三恶道 好像有些宗教说 你只要 只要相信他们的这个 上帝或者真主 哪怕你造了恶业呢 将来都会生天堂 这样子呢 佛陀会用这种 业智力 来 破除这种邪见 佛陀知道业报之力 所以教导呢 众生 唯有自己 做善恶业 就会去领受善恶的果报 自在天等 一切 天龙鬼神 不能救护 不能主掌 而是自己的业里遭感 第三呢 是有一些外道 他教人去修世间禅定 啊 然后就说 你修世间禅定啊 你就会解脱 这个是 以七旷清静魔 佛陀以 知诸 知诸种种的三昧禅定的智力 知定的智力 教导 众生 单单修世间禅定 不能根除烦恼种子 所以呢 佛在经理上说啊 佛陀会注重于 离神喜乐地 定神喜乐地 离神妙乐地 和舍念清静地 尤其是第四种 舍念清静地 在这个里面呢 去 成就 受想灭禁定 然后 往上的那种空无边处地定 时无边处地定 无所有处地定 和非想非非想出地定的 那个是 不太注重的 因为那种是 啊 在那种 无际状态之中 所以呢 那个世间的禅定 不能够 真正的 让我们解脱 啊 这个呢 所以说 那个 指处回处之力 啊 业之力 定之力 这些呢 都是破外道的 写见地 后面的那个 七种呢 啊 第四种的 根之力 一直到欲之力 戒之力 智出之力 然后宿命明 天眼明 陆敬明 这些呢 都是 帮助众生呢 能够修习大圣佛法 找成佛道 啊 啊 外道呢 外道呢 他 会侵旷 处理大圣魔 啊 让那些有大有大圣 总性的众生呢 舍大圣 而去 退堕 所以呢 佛陀 以这个种种的 智慧力 来帮助他们 信解大圣 啊 然后呢 修习 行菩萨道 啊 以 知种种 戒之力 了知众生的 有情众生的 均性差别 让他安置在大圣 道之中 以知宿命随念之力 了知 被调伏的 有情众生 过完生中的 一切 宿命 遭遇 啊 以知 死生的智力 天眼明 了知他未来生 啊 以知漏尽之力 来了知 涅庞差别 啊 以这个实力之门 安置一切 大圣 总性者 之于大圣修行 菩提道中 啊 称为佛陀的 实力 功德 啊 我们那个法本的 第十三页呢 有解释实力 看到第十三页 我们略说一下好了哈 展展展开来讲就要用很长时间了 十三页 三四因果明为处 我等自信为非处 能惜了之真实意 第一 处非处之力 过去未来 现在是 所有一切善恶业 能惜了之无不尽 第二 三四页报至 诸禅谢托及三昧 杂染亲近无量种 能惜了之入 助出 第三 但诸禅谢托至 随诸众生 根利盾 如是种种精进力 能惜了达 分别之 第四 诸根慎列至 一切众生 种种解 心所好乐 各差别 如是无量能惜之 第五种种解 自力 这是职于大圣的信解之中 第六 第六呢是 众生 诸戒各差别 一切事件 无有量 能惜了之其体性 第六种种 戒之力 一切有为 诸行道 意义皆有所自处 西能了之 其信实 第七 至处道之力 一切是戒 诸众生 水夜漂流 无在兮 能得天眼皆明见 第八天眼无碍字 我们知道这个天眼明是自未来的 宿命明呢是自过去的 过去是众 成所有 如是体性 如是相 能惜了之其速度 第九宿命无碍字 这个第八和第九呢有一点调转过来啊 说法不同 第十 一切众生诸杰祸相续献起及习气能惜了之究竟竟竟 第十 永断习气至 就是漏尽名 这是佛陀的呢 实力的智慧 实力智慧 然后 大悲三智 实力生 实力生呢 那么生呢 是表佛宝的三身功德 或者说四身功德 法生 法生是以空为体 便一切处 法生呢是以智慧为体 庄严无比 教化 实力诸大菩萨 化生是以悲怨为体 随类化现 拔苦与乐 普度众生 那么有一些呢 会说四身 那么把法生分为两种 法生和法性生 法生是以空为体 便一切处 法性生以五分法生相 戒相定相 会相 谢托相 谢托之见相 为体 那么有一些呢 另一种是把报生 开为自受用报生 和他受用报生 自受用报生 自受法乐 他受用报生呢 教化实力菩萨 那么 其实三身是表示佛陀的 体相用 佛陀的体大是法生 相大报生 用大呢 水略化现是化生 啊 这个我们说啊 这个 会无能胜啊 就略说这些佛陀的呢 智慧非常浩瀚 广大啊 要生起信解来 有些时候佛陀所说的 跟我们的理解啊 好像有偏差 或者我们觉得难以理解 这时候呢 要我们没有正德啊 只能养性啊 要深信佛语 真实不虚 凡夫的智慧呢 莫能了知 佛陀有一次呢 回国弘法 那么刚好呢 释迦族呢 有一个人呢 他的亲族了啊 叫做 兰达嘎 这个兰达嘎呢 过世了 过世以后呢 他家里面呢 家里面的人呢 是信那个外道 信自然外道 这自然外道很厉害哦 帮他做那个超度佛试啊 他就把那个死者啊 过世这个人呢 招到面前来 然后呢 施于隐私 把隐私布施给他们 然后超度了 那个兰达嘎店的亲戚呢 就亲眼所见了 看到兰达嘎在面前 在做超度法师的时候 好像摸方眼口啊 把那个兰达嘎呢 把那死者招在面前来 然后把隐私给他 周围的人都看得见 哦 这个兰达嘎亲戚都信以为真呢 很高兴 但是其中有 有一个呢 还是有点疑惑 等到超度做完以后呢 他就跑去请问世尊 听说佛陀回来了 去拜见佛陀 说佛陀啊 呃 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超度啊 那个自然外道 把我们 把我们的过世的这个亲人呢 超度了 哎 我们也看到蓝大哥回来了 是不是真的啊 是不是真的超度了 佛陀说没有 哦 这个人不相信 哎 他说不会吧 我们亲眼所见了 佛陀说 那个不是真实的蓝大哥 哎 那是什么 那是那个前达前达婆和药叉那些鬼神呢 变化成死者的样子来领受饮食 哎 那 那这个人不相信 也不相信佛陀所说 哎 说佛陀不可能吧 然后佛陀呢 就说啊 佛陀的智慧呢 是无余了之一切 那你不相信的话呢 可以实验一下 然后那个人呢 他就 他这里试一下 到四家族的每一家每一户啊 去买个小布袋子去淘一点 淘一点点米 那布袋子装起来 来编一个号 写个小纸条 编个号 自己就知道这个 这个是哪一家的米 哎 然后呢 每一家一点 因为很多啊 很多啊 四家族很大呀 然后呢 虽然都是一点点一点 然后呢 最后很多很多的那些姓名条子和米 把那个条子呢 折起来 放在这个米里面 然后呢 一小袋一小袋砸起来 然后收集起来呢 非常多拉不动 就一头大象呢 拖到佛陀住的地方来 然后呢 那佛陀说 这一袋子不打开啊 这袋子是谁家的 这袋子是谁家的 佛陀呢 全部都知道 一点都没有错误 这样子呢 是无语了之啊 辩知智慧嘛 所以呢 那个 蓝达角的亲属和四家族的人呢 啊 由衷的信心 利无能驱 前面的信解欢喜 会无能胜利无能驱呢 信解欢喜是对信者的利益 会无能胜利无能驱呢 是对辩论者的度化 啊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的 这个三句话呢 其实也是表示 大悲大志大雄力 信解欢喜是大悲 啊 会无能胜是大志 利无能驱是大雄力 啊 大雄力啊 利无能驱 佛陀呢 他的身力 神通力 慧力 慈悲力 都是 无与伦比的 所以说 利无能驱 第一个是身力 佛陀他本身他 这个自己身体呢 身体的力量就很大 嗯 有一次呢 圣草成立 那些大利师啊 他们请佛去应供 然后呢 在佛陀必经之路上 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然后呢 这些大利师们呢 就开会 所以我们把这个石头移开 一个呢 请佛应供呢 那个方便一点 再一个呢 也显得我们力气很大 啊 然后呢 很多大利师集中一下 一个那个大石头 嗯 但是用尽了方法 29天之中用尽了方法 有一些呢 是用枣子去枣他 有一些呢 是啊 放一些啊 那个药物去去炸他 有一些是念咒 希望让他破碎粉碎 但是呢 29天之内啊 想尽一切办法 都没有 没有办法去移动分毫 啊 然后呢佛陀 29天以后佛陀来了 你看到呢 大师大利师们在围着那个石头 忙忙碌碌就问他们啊 啊 说你们呃 是不是想把这个石头移走啊 大利师们说是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不过呢 就用右右脚的这个 脚趾头啊 把这个石头 挑起来 放在右手肘上啊 啊啊 那个右手上面 掌心里面 然后呢抛出去 一下子呢就抛到那个色界天去了 啊 那个呼啸的声音呢 很大的时候往天上冲啊 很大的声音呢 然后呢 这空中呢自然的 这个呼啸之声呢 都变成法音 在说什么 在说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夜旁寂静 啊 这样子呢 说三法音 里面有好音 诸行无我 诸行无我 诸行无我